我心事 無論何時與你相識 我的知識 我心事 只比歇斯有多重 YouTube在2005年成立 用戶可以輕易上傳影片 到網上平台 但創辦人 曾經在某場活動公開表示 YouTube開始創立的動機 請問 YouTube最初成立的用途是什麼 A 有沒有去了解過這個 A B C 請舉 答案 好 3 2 1 請亮你的答案 好 選A的 為什麼 像剛剛那個自拍大象 對 搞不好可以 就show off 搞不好可以吸到女粉絲 你這樣交代 不是 我就像他一樣 我的大 大象的老二 跟他的鼻子差不了多少 那個長度 第一個 第二個 靈活度 靈活度 它是可以生出來的 然後 What's your name 還可以講 What's your name 對 跟潛望記一樣 W W W 來 選B的 沒有人選 沒有人B 交換食譜 C很多 佼佼作業 來 為什麼 去動物園 剛老師說我去動物園了 你佼佼在影片說我動動物園 跟他大象 對啊 就有點像一個雲端這樣 對 有上傳 剛老師講說 我今天有來到這邊 然後看到那個大象 對 這樣子 其實我概念跟他們差不多 因為我自己也會想要把作業 上到運輸上面 我以前就會這樣想 自己也會想要希望 像大象那麼大 交友 那時候沒有交友 沒有用網路交友的概念 只是我覺得一定不會是交友 Demi呢 我也覺得 或者是想分享自己的東西 的那種感覺 OK 本本 本本也是選C 也是C 好 我們一起來看看 正確答案就是 居然 居然 可以答對木星人 答對如歌而已 Why 居然是交友 木星人你是瞎猜的吧 單身人士上傳影片 讓他們自我介紹 展現自己的容貌 大家好帳 然後來作為所有的條件 吸引用戶 這樣女生 上傳這個影片到YouTube 還會得到20美元的獎勵 好 下面一套題目 請處理 你不能踩我的切耳膝 這什麼 原始於抖音網紅 皮小浪的短影音 請問切耳膝指的是什麼 A 心鞋 然後 B 皮鞋 C 靴子 你不能踩我的 好的 3 2 1 舉牌 1 2 3 前亮牌 A 沒有 我要翻錯 心鞋好像比較順 對 基本上 你不能踩我的心 切耳膝 A還是有人選靴子 都有 來 黑語 這黑語是最確定的 你剛剛說你知道什麼意思 因為我有去查這個典故 那時候他有講切耳膝 我記得 並不是指心鞋或皮鞋 它是一個特殊的品牌 也是鞋子品牌 品牌切耳膝 這一款 這一款 這一款的意思 這種鞋款 請看 正確解答 這種鞋款 謝謝大家 馬術活動 女王御用的製鞋師 太厲害了 Spark 我想 我也沒想到 Spark 然後是被鼻樓穿吼 這個 Hitro Oh Yeah Hitro 英雄可以是委屈 但是你不能踩我的 切耳膝 臭 虛切耳膝 它就是一種 slogan的概念 slogan 然後它就拍了很多 這類型的影片 對 能夠把一個品牌 變成是一個slogan 那是很棒的 下面一題請出題 C 到底是哪一位 沒有 太難了 3 2 1 取牌 好的 1 2 3 亮答案 都有 妳覺得是個A 我真的不知道 佔容 瞎猜 有了 瞎猜的 都瞎猜了嗎 瞎猜 我有一點理由 因為凱莉她後來 主要是經營Part case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她比較 會拒絕這樣子 OK 不會去經營 殊不知 也都猜測 她為了生活 她猜出來賣 也是有可能 正確答案就是 Slogan Slogan Slogan是開心 她演過我的少女失敗 她沒有演過八點檔 林誠毅 草爺演過 草爺有 而且還有入圍金鐘獎 真的 最有潛力 新人 漂亮 厲害 這一道題目請出題 根據心理學的研究 跟風是一種群眾效應 當我們看到一群人 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時候 自己也會不經意地去執行那件事 聽說像這樣 在動物界裡 不只人類有跟風行為 請問哪個動物也有跟風行為 A會有跟風的行為 很顯然都是要猜的 3 2 1 舉牌 1 2 3 亮答案 都是海山的 A A B B B 4個選B 為什麼 因為去動物園的時候 都看牠屁兒一群一群的 一個走 牠跟著走 對 牠就跟著走 牠是個有帶戰的 是嗎 牠是對群體動物 海踏只有你選 為什麼 因為感覺海踏好像比較聰明一點 牠會想 對 牠會用工具不是嗎 牠會用石頭去 磨那個什麼 對 感覺 把它砸開 好像智商比較高一點 正確答案就是 謝謝 是因為這張很有名的圖片 這個是什麼 鰻魚鼻涕 就是之前就有一個那個鰻魚 不小心鑽到這個海豹的鼻孔 然後有可能是那個海豹吃了鰻魚之後 然後不小心反處之後卡在鼻孔 所以有一個這個 然後結果科學家就研究說 為什麼後來海豹會成群的 就是讓鰻魚卡在他們的鼻孔裡面 研究了好幾年 五年的調查 發現年輕的海豹都會讓鰻魚卡在鼻孔 所以覺得可能是因為覺得有趣 那會不會死掉 衝到裡面去還得了 沒有死 所以牠們就是覺得有趣 然後開始模仿 牠的表情是很Enjoy 不至於死掉 對 看起來好可愛 Enjoy 下面一段題目請出題 來 他應該是要淘汰了吧 對 3 2 1 舉牌 好的 他安排了一個slogan 我姓 知道嗎 阿滴哪泥哪泥哪泥 知道嗎 請亮答 對 好 那都選C了 不猜對了嗎 你們猜 我姓10 你一起來看 我姓10 無論何時與你相識 我姓10 很可愛 我姓10 無論何時與你相識 我得知 我姓10 只比歇斯 有從你相識 他們對嘴 外國人對嘴都對不準 對 我姓10 他們沒有對嘴 現在也會有姓吳的 就來編譯一個 姓陳的來編一個 我姓吳 這網路 網路潮流 對 流行 好 下面一題 處理 有網友發現 近期有一位藝人 轉型做YouTube頻道 相當成功 目前已突破 百萬訂閱 真的 被稱為藝人 轉做YT立法教育 請問 是夏列馬文藝人 這麼厲害 破百萬 很厲害 B加姆是 C王思佳 A A A 誰啊 等一下 來不及恭喜他 對 這個 3 2 1 舉牌 1 2 3 請亮來 好的 A 搶搶有嗎 百萬了 搶搶又出了 你們會看對不對 網路上面 基本上一定要做到這八個字 沒錯 對不對 這實在是沒辦法 對 口味太重了 你不精采 不刺激人家看什麼 就滑過去了 張武士應該是做飯吧 本本 對 但是做飯有時候很療癒 滿療癒的 我們的影片在YouTube上好像反而訂閱率比較高 可以選 我們會放著一直看 而且國外也可以看 對 國外也可以看 思佳有兩位結果你選了 她最近有一些爭議 因為我本身有在看思佳姐的頻道 然後 只是我忘記她有沒有破百萬 但是我覺得她是有 應該滿多 對 正確答案 確實 張武士 張武士 金牌 她已經破百萬 金牌 恭喜張武士 很厲害 金牌 對 很厲害 直接寫 直接寫 沒有選項 就一句台詞 一句話 三 但是夠名 二 一 漂亮 還錢 還 89 就說會孩了 乾 我寫得比較好 真的嗎 就說會孩了 大家都不一樣 寶貝我女友 我說寶貝我好濕 乾的 她有螢幕 什麼 對 妳印象最深的 那邊已經乾的 跟沙漠一樣乾 所以我跟妳 跟沙漠一樣乾 所以每個人的共鳴點不一樣 寶貝我好濕這樣子 好三嗎 正確答案就是 這個應該算對 孩的話 算了 這兩個 就說會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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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題 蔡阿哥從2008年開始拍片 以搞笑無厘頭的風格 吸引大量觀眾 有YouTuber界的 長青術之稱 近年也陸續增設不同類型的副頻道 以維持觀眾新鮮感與好奇心 近日蔡阿哥在網路上分享 YouTube獎牌 北極六銀三金 請問 蔡阿哥是拿三個頻道 破百萬訂閱 厲害 真的很猛 2 4 6 6銀三金 6銀三金 救命 整個牆壁都掛滿了 專業 1 2 3亮 答案 我知道 好 這個比較多 真的 來 蔡阿哥LIFE LIFE 然後蔡淘櫃跟蔡阿哥的主頻道 OK 妳這邊 蔡阿哥LIFE 開箱 開箱 蔡阿哥 蔡淘櫃跟二伯 一伯 這個可能性滿高的 一伯 好旺了 沒有 來妳的 蔡淘櫃跟她老婆 老婆 那就這一個囉 對 一樣的 蔡阿哥LIFE 就是 蔡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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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她們兩個是答對的 厲害 下面一題出題 好 蔡阿哥 A 酷炫 B 博恩 C 強強 酷炫爸入境率算非常之高吧 對啦 蔡阿哥 蔡阿哥 強爸也是 A B 新哪位是酷爸 對不對 蔡阿哥 博恩爸 A B 新哪位是博恩爸 博恩爸 長得好像 其實這個 對 對 真的 用長相去判斷 蔡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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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看誰最辛苦 對 對 就知道哪一個是強強的爸爸 對啊 叫他補到 好 不要這樣 來 寫下答案 好 好 1 2 3 亮答案 正確答案是 我一樣 我一樣 阿B是強強爸爸 你看後面就是車行 對 對一下我們 就是這樣 強強爸爸 有 下面一道題目請出題 黑暗影音樂 黑暗影音樂 在第一季播出後 獲得極大迴響 第二季播出後 有網友表示 劇中有許多演員 撞臉台灣藝人和網紅 請問 下類三個角色 分別撞臉台灣的哪位藝人 或網紅 或是你們覺得可以直接從這些照片裡面 你可以講出來 讓我們覺得合理 對 覺得他長得像誰 對 因為不一定有一個標準答案 但是還是有大家 大部分認為 智雅媽媽很像誰這樣 智雅媽媽是 智雅媽媽很像一個網紅 一個藝人 然後B就是我在看劇的時候 就覺得他就是台灣之人 他就是那個人 真的很像 B真的很像 C也很像一個網紅 C很像一個對 有一點像 像網紅 有 對 好 三 二 一 好 亮答 來 看一下 介紹我 憲哥 憲哥 妳也差比較多一點 太遠了 B是憲哥 蔡英文 我也有寫詞 我也有寫詞 誰像蔡英文 C C 艾麗莎莎 艾麗莎 對 大家有人說像艾麗莎莎 很像 昆 打傻 李克太太 來 我們來看看 他們給的正確答案是什麼 真的嗎 艾麗莎莎 艾麗莎 但是B網路上也有人討論說 展榮展瑞好像我也有看過 但是劉冠廷比較 也有 比較像 可是B不覺得很像浩浩嗎 那個臉 江老師 好像還好 江老師 江老師是鋼琴老師 鋼琴老師 對 滿像的 江老師比較像陳文謙 這張照片很像我們是 對不對 都是網路討論 也沒有正確答案 這沒有正確答案 OK 好 下面倒題目 請出題 日前 第六十屆金馬獎公佈入圍名單 入圍最佳男主角的男星 個個都是高顏值 被稱為 史上顏值最高的準影帝團 請問是哪五位男星 這個有點 金馬獎 五位 五位都是帥哥 目前有四部已經上映了 還有一部是12年才會上映 有人要拚拚看嗎 好 來 百分 有印象 是入圍 入圍 一個人 就還沒有頒獎 還沒有金馬獎 好 來 李成斌 你已經扣錢了 已經扣錢了 他沒有 他沒有扣錢 正確答案就是 許光漢 林柏鴻是關於我何鬼 變成這樣那件事 然後一起的王柏傑 是的 還有 朱鑫燒愛的軟津貞 以及富都青年的吳康仁 好 五位都是帥哥 好 下面一套題目請出題 演藝圈由沈玉琳自稱嘉義彭宇菸 請問 YouTube圈自稱嘉義山下志九的是誰 好演 美菲 蔡亞哥 自稱 那這個見鬼 但是有一個YouTuber長得超像羅蘭德的 羅蘭德 一模一樣 小吳 小吳 他那個日本第一男公公 小吳 臉一模一樣 小吳 最後一道題目 請抽題 是 研診梗圖 請問 哪些是周杰倫本尊 研診 要研診 周杰倫本尊 要全部選出來 憲哥你要不要猜猜看 我還真 我看一下 會靠近一點嗎 可以 1 2 3 4 好 我選好了 5哥 確定的 5哥 時間 那我們來看看 我是誰 1 2 3 4 5 我選贈我來 你猜的是哪一個 第二排中間那個 第二排中間 那個很明顯 對嘛 第一排的最下面一個 左邊最下面那個 黃色衣服那個 黃色衣服那個 他的右邊也是 右色衣服也是 那白癡才會選最右邊 對 那個是假的 還有兩個 然後還有兩個 正中央那一個也是 對 也是 沒錯 最後一個就綁頭戴的那個 綁頭戴 憲哥對了 憲哥 憲哥